大家好,我是台大医院老年医学部的嘉恩鼎正医师 根据最新的研究是这样说 如果这个老年人,65岁以上的老年人 那他这个死亡率最低的身体质量指数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BMI 那就是在27到30左右 那什么叫27呢? 其实在我们国人的标准 他已经是肥胖 那想说反而这个肥胖的人 为什么这个死亡率最低呢? 那我们的观察是这样子的 其实大部分的肥胖是从中年的时候就肥胖起 然后呢,中年肥胖可能在还没有到老年的时候 有一些人就因为肥胖造成的这些问题呢 过早的得到了中风、心血管疾病 等等各式各样的问题 而过早的离开了我们 所以呢,如果老年人到65岁之后 还可以维持这个27左右的这个身体质量指数 其实是相对安全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特别建议减肥 再讲一次,我们其实是不建议老人家特别去减肥 除非他现在的体重已经高到说让他的血糖控制不好 血压控制不下来 胆固醇控制不下来 我们讲的这种控制不下来是说 连我给你吃药 结果你都还是控制不下来的地步 我们才觉得说好吧 那你可能真的是胖到影响健康 那这时候我们才做一些减肥的举动 可是反过来,如果一个老人家是很瘦很瘦很瘦的 或者是说呢,本来其实体重不错 但是在近期内可能三个月到六个月内狂瘦的 那这样老人家要特别去给医生看 因为呢,我们发现说很瘦的老人家 或体重忽然减轻的老人家 其实呢,死亡率增加的风险是很高的 这部分要另外的去探讨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说 你肥胖已经造成了这个三高控制不住之外 有一个疾病大家可能有听过叫做 睡眠呼吸停止 那这个疾病呢,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治疗可以做 可是如果说治疗不如预期 或者说有些人真的觉得那个治疗很难接受 因为这个治疗大致上是要那个带一台特别的机器睡觉 那这个机器不是很多人可以接受这样 那或者是要开一个大道之类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有时候减一些重 就会让这个睡眠呼吸停止的情况会减少很多 那还有呢,我们也是发现说 这个骨关节炎 其实是跟体重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所以如果这个体重很重 而且走路膝关节负荷很重的人 那也考虑减一些重 然后呢,他这个负荷就会减少 那可能某种程度有些帮助 可是呢,我们要强调的是这样 假设老人家真的要减重 我们还是建议说 您可以先找医师做一个评估 把你的综合的健康状态跟医师做一些讨论 如果真的医师也觉得说 您减肥可能对健康大致是正向 而不是负向的 然后我们不建议用很快的速度减肥 因为呢,很快速度减肥 就像我刚才讲的 快速减重对老人家绝对不是好事 所以大致上一个月 可能是1到2公斤的速度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而且呢,有时候不用减很多 可能差不多减的差不多3% 或者所谓的3到5公斤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 这个健康状态得到改善 那至于怎么减肥 这个又比较复杂 可能就是要请营养师跟医师 一起给你一些建议 那大致上就是饮食量 要某种程度减一些些 那再配合运动 那为什么一定要加上运动是这样子的 很多研究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单纯的只是不吃 结果你减下来的 都是肌肉 肌肉会先燃烧 只有在这个运动的情况下 你才会把肥肉脂肪烧掉 那这时候那个肌肉才可以留下来 所以要记得说 在减重的过程中 要配合我们很重要的运动 才能让我们减重的过程中 不会肌肉流失 刚才也有稍微聊一下 就是说其实体重减轻 尤其是半年内三个月内忽然减少 真的要找医生稍微看一下 主要就是要查体重减轻的原因 那当然有各式各样的原因 所以就适合做一个周全性的老年评估 找出比较可能的各式各样的原因 然后再做于处理 然后应该就会变好 不过我想这个章节还是强调说 老人家有一点点胖是OK的 大家不要说 这个阿嬷有一点点胖胖 就要叫她去减肥 我们中国人一直说 能吃就是福 这个有一点福态 福态是很好的 这件事情 对老年的阿公阿嬷是非常适用的 感谢观看 众 barn 有点ular 可以 没有 進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